在过去的数十年里 汽车制造业一直将六缸发动机 视为高性能汽车 大型SUV 以及豪华轿车的专属配置 象征着卓越的动力和丝滑的运转感受 但其高油耗的特性 也往往令人望而却步 随着汽车行业向小排量化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 以及快速电气化方向发展 高效节能的六缸发动机 这一理念似乎变得格格不入 然而马自达并未简单的 追随行业的普遍做法 随着Sky Active Z技术的正式发布 马自达的首席执行官再次强调 公司坚信内燃机仍然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尚未被充分挖掘 Sky Active Z并非着眼于压榨极致的马力 和蛮横的扭矩输出 而是代表了马自达迄今为止 最为尖端的尝试 旨在将六缸发 动机的平顺性与现实使用中的燃油经济性 及更低的排放水平 完美地结合起来 同时保证驾驶乐趣不打折扣 据马自达内部人士透露 Sky Active Z的目标 是弥合传统汽油发动机 与全面电动化之间的技术断层 为未来的十年提供更加智能 更加清洁 更加精致的动力选择 这并非一种怀旧式的技术研发 而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工程 其背后是深入的研究 真实的用车数据 以及对效率至上的理念的坚持 通过智能化的燃烧控制 而非仅仅依赖增加电池容量来实现 那么在众多汽车品牌纷纷放弃 六缸发动机的当下 马自达为何还要投入 巨资研发全新的六缸引擎 为何选择现在 这样的疑问自然而生 马自达的高级管理人员指出 发动机的小型化 已经接近其在实用性方面的极限 虽然涡轮增压四缸引擎 能够爆发出惊人的峰值功率 但在精细度方面 尤其是在大型车辆中 其耐久性负载承受能力 以及实际油耗表现 往往不能令人满意 马自达动力总成部门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解释说 小排量发动机在日常驾驶中 承受着更大的负荷 这意味着更高的热应力 更大的增压压力 以及更不稳定的效率表现 而在实验室测试环境之外 精心设计的六缸发动机 则能在更低的硬力水平下运行 提供更为平顺的动力输出 实现更出色的平衡性 并能适应更广泛的驾驶条件 Sky Active Z 是马自达对汽车行业 一刀切解决方案的回应 与其不断缩小发动机的物理尺寸 马自达选择从优化燃烧本身入手 什么是Sky Active Z Sky Active Z 是马自达新一代汽油发动机架构 其定位高于现有的Sky Active G和Sky Active X技术 Sky Active G专注于高压缩笔技术 而Sky Active X则引入了压燃点火的概念 Sky Active Z则代表着 对燃烧效率的一次全面革新 并致力于实现大规模的应用 这款新型引擎预计将采用自然吸气 或轻度辅助的直列六缸布局 并搭载先进的混合动力技术 而非采用笨重的涡轮增压系统 Sky Active Z的核心目标 是显著提升发动机的热效率 降低实际驾驶工况下的油耗 在不牺牲车辆性能的前提下减少排放 增强发动机的耐久性与长期可靠性 并实现与电气化系统的无缝集成 马自达声明 Sky Active Z旨在满足未来全球范围内的排放标准 包括日益严苛的欧洲 日本以及北美地区的法规要求 Sky Active Z如何在六缸配置下实现节油 围绕Sky Active Z最令人称奇的地方 在于其所承诺的燃油经济性 据称可以媲美更小排量的发动机 马自达的工程师通过几项关键的创新技术 实现了这一目标 一 超高效燃烧控制 Sky Active Z建立在马自达 在高精度燃烧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之上 通过先进的传感器 超高速的发动机控制单元 以及精细化的气流管理系统 使得发动机能够在几乎所有的运行工况下 都保持最佳的燃烧时机 与许多涡轮增压发动机在重负荷状态下 依赖浓混合器不同 Sky Active Z的设计目标 是持续维持更为稀薄的混合器燃烧 从而在日常驾驶中显著提升燃油效率 二 低转速运行 直列六缸发动机的一个固有优势在于 其在较低的转速区间就能够输出实用的扭矩 Sky Active Z充分利用了这一特性 通过减少对高转速的需求 使得车辆在巡航状态 高速公路行驶以及中度加速时的燃油消耗得以显著降低 专家指出 实际油耗往往更多的取决于发动机的转速和负荷 而非气缸的数量 三 机械损耗降低 马自达的工程师重点优化了发动机内部的摩擦 通过采用轻量化材料 对轴承表面进行优化以及改进油路设计等手段 降低了发动机内部的寄生损耗 行业分析师指出 即使是微小的摩擦减少 也能在车辆的整个使用周期内实现显著的燃油节约 专家解析大未必烈 汽车动力总成分析师指出 马自达的这一方案 与近期关于实际油耗的研究发现相契合 一位独立的学者研究表明 在轻负荷工况下高效运转的六缸发动机 其燃油经济性可能超越日常驾驶中 高负荷运转的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实验室的测试环境往往难以完全体现这一现象 这一洞察解释了 为何一些曾经激进推行小排量化的豪华汽车品牌 如今又悄然回归更大排量的发动机 并且常常搭配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马自达的Sky TVZ 正式将这一理念带入更易于触及的主流汽车市场 直列六缸布局 平顺性与高效性的统一 马自达已经强烈暗示其将采用直列六缸的布局 而非传统的V6结构 这一决策至关重要 直列六缸引擎天生具有良好的平衡性 减少了对配重块和平衡轴的需求 从而降低了振动 减化了机械结构 延长了使用寿命 并有助于提升长期的燃油经济性 通过选择直列六缸布局 马自达得以实现媲美豪华车的精致度和运转平顺性 却无需承担豪华车通常伴随的高油耗 电气化恰到好处的助力 Sky Active Z并非孤立的技术 马自达已经确认该引擎将搭载电气化系统 可能采用轻度混合动力或强混合动力系统 然而马自达并非将电气化作为 弥补燃烧效率不足的权宜之计 而是采取一种战略性的应用方式 在低速行驶时提供电力辅助 通过再生制动减少能量浪费 在滑行时实现无缝的发动机关闭 并在加速时提供扭矩补充 从而减少对激进供油的需求 这种方案使得Sky Active Z 能够在保持高效率的同时 避免过度复杂化或导致成本大幅攀升 实际可靠性依然至关重要 长期可靠性一直是马自达最强的卖点之一 Sky Active Z有望延续这一传统 不同于那些工作在高增压 接近热力学极限状态下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Sky Active Z的设计理念 在于降低发动机的工作负荷 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 一位前汽车制造商的耐久性工程师评论道 工作强度较低的发动机往往更加耐用 这是机械工程的基本规律 对于计划长期使用车辆的消费者 或者身处充电基础设施 尚不完善市场的用户而言 这种可靠性优势尤为显著 Sky Active Z的应用领域 马自达尚未正式公布所有未来的应用场景 但预计Sky Active Z将搭载于 新一代的马自达SUV 高端轿车 以及面向全球市场的大型跨界车型 可能包括采用后驱平台的车型 该发动机有望在马自达进军 准豪华车细分市场的战略中 扮演关键角色 并与那些过度依赖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的品牌 展开竞争 在分化的行业中 开辟战略性中间道路 当前的汽车产业 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 一端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 全面电气化 另一端是激进的小型化 与重度涡轮增压 马自达的Sky TVZ 则代表了第三条道路 其核心在于强调效率 平衡性 以及实际的使用价值 正如马自达的首席执行官 所阐述的那样 我们的目标 并非过早地放弃内燃机技术 而是在不断完善现有技术的同时 为未来做好准备 这种务实的策略 在那些由于基础设施成本 或生活方式限制 导致电动汽车普及缓慢的市场中 更容易引起共鸣 超越燃油经济性的环保影响 Sky Active Z 不仅关注燃油经济性 更致力于降低车辆 全生命周期的排放 制造大型电池组 会产生显著的环境足迹 而通过延长高效汽油引擎的使用周期 马自达相信此举 能够降低车辆全生命周期的 二氧化碳总排放量 尤其是在那些 仍然依赖化石燃料发电的地区 环保分析人士也日益认同 采取一种平衡的过渡策略 可能比突然转向 全面电气化更为有效 Sky Active Z 对马自达未来意味着什么 Sky Active Z 预示着马自达将继续坚守 自身的工程研发基因 而不是盲目追逐潮流 持续精进其核心技术专长 打造既能带来愉悦驾驶感受 又具备实际使用价值的引擎 献给那些热爱驾驶的消费者 Sky Active Z 为平顺且天生平衡的 六缸发动机 带来了新的希望 它承诺 为日常驾驶者降低燃油成本 同时 不牺牲车辆的精致感 为监管机构提供 更清洁的燃烧方案 且无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 最终思考 一款目标明确的六缸发动机 Sky Active Z 并非对电气化的反叛 而是一座桥梁 一项精心设计的解决方案 它既承认了当前的现实情况 又为未来的需求铺平了道路 它证明了六缸发动机 既可以高效又可以环保 马自达挑战了 大排量必然浪费的传统观念 正如行业专家所言 Sky Active Z并非倒退 而是一种智慧的前行 如果马自达能够兑现其承诺 Sky Active Z 有望成为本十年 最重要的汽油发动机之一 并非因为其拥有最大的功率 或最快的速度 而是因为它足够智能 这有限的并非倒退 看来的 一种项目